策划真是脑抽了 灵鹅Coring-9 现版本最难用的刀 登场率几乎为0 你猜怎么着 策划做成赛季了 太空漫游Coring-9 灵鹅换皮 还整了个大王吧 补气左肩爆锤 实则没鸟用 右肩分为两段 第一段就是锤一架 没什么特别 当能量调到中间时 再次按下右肩 就能释放二段 距离更远 伤害更高 还有击退 策划也真是个小可爱 自己完没玩过这把刀 巨蓝杆做成赛季 我也真是醉了 那到底怎么样呢 游戏们看一下 Oh yeah 好 大家好 我是小徐 CSI全新赛季的 免费武器之一 太空漫游Coring-9 这把武器不用我多说 就是非常明显 就是Coring-9的一个换皮 这把武器它的玩法 左键向前方 咔咔咔咔咔咔咔 快速的锤击 右键是一个二段 按一下 然后有个条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条到中间的时候 我们再按一下 它就会有一个二段打出来 二段的话呢 伤害更高 距离更远 但是 大家不要被这个二段给迷惑了 看起来很远啊 实则其实 没有那么夸张啊 各位说实话 然后这把武器也是把 非常非常难用的武器啊 可以说是 哇靠 你要把握好这个时机 你前面有僵射 你还得看好这个右肩 啪的一下对吧 我们来试一下好吧 来下载把武器伤害 来右肩 咔 咔 200多 什么鬼 咔 呜 咔 呜 咔 大概2000多一锤啊 各位 一 一 二 好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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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 我真是奔不住了 各位 太难用了 这个东西 呜 呜 呜 僵尸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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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太难用了 我开我开就就浪费在这边了 什么鬼 来 卡 卡 卡 哎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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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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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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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ビーグリシダー 呃 快走快走快走 管道 管道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啊 你在做什么 嗯 然后今天的话呢 来到了生化Z的72阶仓库张地属中 给大家玩一下这次的武器 然后武器选择方面的话 主武器是吹风机 副武器是卡利科啊 然后近战武器就是我们这把太空漫游的 Coring杠七 原版的话呢 我记得好像叫做度压Coring杠七 还是按压Coring杠七 啊 是一把非常非常难用的手枪啊 可以说非常弹疼了 来有僵尸 一二好 一二好 一二 哎 把控好节奏 这个刀的话 一定要把控好节奏啊 各位 没有把控好节奏 非常非常容易被抓 也是一把非常难用的刀啊 在生化Z中是两级解锁啊 是加了一个小限制啊 我觉得把刀 其实一级解锁都完全可以啊 两级解锁感觉 有点尴尬啊 有点尴尬的等级 来 将手来了 来 这四个外 开个六 试下伤害啊 一 哎呦 又没打出来 一 二 哇哦 一 二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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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二段的话 因为我们这一局有一个伤害啊 有一个 有个技能是那个近战 什么格斗大师技能 我们用近战武器的时候啊 前面会有个蓝色的光波 所以说有点看不清我们打的一个伤害啊 有点尴尬 说实话 是不是啊 不过大概也能看到大概一两万的伤害啊 开六个外 一下又先除一下 我去很猛啊 有点 来 一 二 在管道里面我就如虎添翼 然后这次的新赛季啊 有三把换皮武器 一把是我们的太空漫游抠鸣架 一把是太空漫游的阎魔 一把呢是太空漫游的眼镜王蛇 里面拳套和眼镜王蛇 是可以通过干赛季免费获得的 也就是你不买赛季也是可以免费拿到永久的啊 但是的话呢 两把也是强度最低的 三把换皮武器里面最强的啊就是那个换皮的阎魔啊但是呢需要花钱啊这个官方这个算盘是打得非常的好是吧啊好的 然后这局的话呢我们继续来玩一下这个Coring杠酒 来右键两下好的 哎呦差一点 刚才我们有捶了4000的伤害各位 两段一段2000还可以啊 然后这把武器的外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说实话 有点抽象 这把武器的外观 神他妈 这个刀上面有个王把我靠你们看 这个刀上面有个王把 1 2 好短啊 1 2 1 我的人头 nice 这个刀上面有个王把你们看到没有 谁家好能做武器 我他妈的 我他妈武器上贴个王把的图案啊各位 太搞笑了 大用 man 1 2 哎呀可惜 我们一定要把控好这感觉 1 2 1 2 1 2 一定要把控好各位 把控好距离时间感觉 缺一不可 哎呀 全被都给抢了 哎呀 好难受啊 这个刀2段太麻烦了 我觉得 说实话 真的是太麻烦了 1 哎 又垂掉一只啊 这个刀右键 其实不一定非要开到2段啊 他的1段 咔 垂那一下 这伤害也很高啊各位 咔 你看1900 来一下2段啊各位 哎呦 屁后没有僵尸 2段的话大概是1400啊 打暴君 1 哎呦 1 哎 又一只 哇吼 赶紧溜啊 1 2 1 2 开口开料 1 2 1 2 1 2 哎呀 哎呀 哈哈 一紧张就按不出来了 这个节奏就乱掉了 哦哟哟 这谁啊 冷静各位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冷者 一定要冷 隐冷 何为冷者 隐冷的人 那就是冷者 遇到事情不要紧张 遇到事情 不要紧张 一定要乘着冷静各位 来 又僵尸 不要紧张 又剑1 哎 打个助攻 非常好 无辱 这把我就冷者 非常冷静 2 1 好 不要急啊 2段就算没开出来 我们要保持冷静 一个头 非常的漂亮 打头直接5000伤害一下 把僵尸脑僵都给捶出来 各位 一 又一个 二 我们打头打了3万伤害 各位 我已经参透这把武器了 我们不一定不要用这把武器的2段 好使用他的一段 去打这么一个伤害 笨蛋队友 这都能被抓 开个右键 隐身一下 好 前面僵尸比较多了 直接拿出我们的主武器 别忘了 这是一款射击游戏 所以说 不要 我是傻逼 其实玩了一圈下来 发现 这把武器 其实不一定非要去开他的右键 我们就打个短暂的爆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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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下次还跳不跳了 各位 啊 我跟你讲 他下次肯定不敢跳舞了 哈哈哈 综合前面几局玩的经验来看 其实这把武器啊 虽然说外观长得抽象了点 但是呢 他 我们不一定非要用二阶段 二阶段太难受了 用的 啊 如果能按出来最好 按不出来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阶段 一阶段 我们去打这个僵尸的头啊 啪点打背部 各位 三万一下打头 卧槽 太夸张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完成一把银刀 这样咔的一下 锤到 切枪 咔 锤 哎就这样玩各位 开我开了 咔锤 咔锤 咔 哎你们看 就这么玩 就这么玩各位 就这么玩 然后隐身 好 我已经感觉我找到这把武器正确玩法了 各位 这就是他的正确玩法 一 二 来不要急各位 咔 哎 咔 哎 当中一把银刀玩各位 哎 哎 哎 我 你妈妈 我会了 我已经参透这把武器了 我已经 参透它了 1 我已经参透这把武器了 我已经参透这把武器了 开口开6 一只 宝贝 哎 别急 稳 两只 哎 宝贝 大呀 别急别急 别忘了这款射击游戏 我真是服了 哎 开心吧 好的各位 那我们今天视频的话也差不多到这里了 这个太空漫画的抗银杆9 身为一把免费武器来说啊 我个人感觉 他的玩法其实更加适合快切 这样的 卡 卡 卡 打一个频率 他其实第一段伤害就非常高 不一定非要去打这个二段啊 如果你对你这个 节奏感啊 把控的非常好 哎 眼睛都不用看 就能打出二段 那这个二段是非常好用的 这把武器对你来说 简直就是为你天生定阵者 但是像我这种 对吧 我真的 玩起来非常累的 累的玩家 对不对 就 你们看 就 玩的 有点难受啊 我靠 哎呦 你们看 就被抓了 是不是 很难用的一把武器啊 但是用好了 强度是非常高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回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各位 拜拜